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精彩的比赛卸了大部分观众的目光 但还是有少数人注意到了站在地面上无所适从的马修 哎 那家伙搞什么名堂啊 那家伙看起来就没打算好好比赛吧 不过马修也有自己的苦衷 毕竟根本就不会起扫帚啊 关于马修被拽来参加比赛这件事还要从一天前说起 制作奶油泡芙的时候 赌上性命也要保证烘烤食材的温度不能下降知道吗 哎 哎 原来是这样啊 喂 那边的摩托头请等一下 正在回宿舍路上的马修和小白毛被一个莫名其妙的学长叫住了 无热血不生活让我们为之尽情燃烧吧 我们阿多拉宿舍队非常希望你能加入 并代表我们参加独爱罗的比赛可以吗 哎呀 那不是去年东亚都到年度 MVP唐木大人啊 发过人好帅哦 游游云都愿意白地热亲 在那儿就得很棒啊 这名走到哪儿都能让周围女生饭花吃的人 正是阿多拉队的队长 汤姆诺埃尔斯 听到女生这番评论 钢铁直男马修也直呼扎心 那个 独爱罗是什么呀 哎呦 你那个开场也太迷了吧 哎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汤姆热情地凑上来继续说道 独爱罗就是使用扫帚进行的球类竞技比赛呀 他可是魔法界公认的人气运动 你没听过 不过旁边的小白毛倒是一脸的吃瓜香 喂喂 厉害了 马修 明明才一年级就能参加独爱罗比赛了呀 但是我不会骑扫帚啊 哎呀 别谦虚了 老弟 你在课上的表现都传开了 你 你 你听我说 比赛就在明天到时候请多多指教 我 为了梦想 为了明天发光发热吧 完了 这个家伙比我还要难交流 马修就这样连哄带骗的被拽来参加了比赛 马修的怠惰引发了观众们的不满 没有干劲的家伙就给我滚回家去呀 别在这儿滑水了 滚下去 应对愤怒的观众 马修也真是哑巴 狮黄 脸 有苦说不出 谁让昨天答应人家了呢 哎 话说好像也没答应是吧 哎 前辈 见马修全程在地面上AFK 汤姆不得不从天上飞下来看看情况 喂 马修 你就不想为了人生而发光发热吗 大哥 我没概得到你的地方啊 不是发誓要成为第一的吗 我没发过誓啊 没有满足与安稳的现状啊 谁让我冷了 马修 你要像竹子学习啊 竹子 竹子是什么鬼啊 就 就是竹子啊 有着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坚强地活下去的任性啊 这就是你现在所缺少的东西啊 哎 我觉得这可要了吧这个人 哎 好吧 还没和你说明规则 规则很简大的就是在空中抢球 然后扔进那边那个环里 然后得失分 而且禁止使用魔法 也就是说 你只能依靠你的骑扫帚技术 不会飞的竹子就只能当竹笋了呀 这你说话到底过不过脑子 脑子里都是鸡肉嘛 老弟 不如说你也能明白的吧 我将一切都堵在了这场独艾罗比赛上啊 所以我才会邀请你来主战呢 我会去比赛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不过汤姆刚刚起飞 就遭到了对方的大力冲撞 汤姆就在这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直接被从高空狠狠的摔在了地上 哎呦抱歉抱歉 我可不是故意的哦 不是故意的啊 谁信呢 这偏离赛场的地方 你说你不是故意撞过来的 看来为了赢下比赛 直接对阿多拉的核心球员下了黑手啊 球场上本就少一人的阿多拉队 又没了队长的智慧 让对方再次拿下一分 比分来到了10比50 支持阿多拉队的观众们 已经逐渐冷淡了 大家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对劲 前辈你还好吗 不好意思 我好像伤到骨头了 气愤的汤姆超刚才冲撞自己的对方球员大喊 你都没有一点运动精神的嘛 啥运动精神 那是什么没意义的东西呀 只要能获取胜利不就好了吗 好好在那趴着吧 天真的小鬼们 说完就嚣张的飞走了 真是丢人呐 快没时间了 分数也拉得越来越远 但是马修我只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鼠赢其实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全力以赴 灯朗 雷阳宿舍队又疼了 现在的分战已经相当大了 对面守两个人 我说是理所当然的了 只是对方还是大意了 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已经被点燃了斗志的马修 只见马修夹着扫帚从地面一跃而起 而后竟然停在了半空中 飞 飞 飞下来了 那家伙原来会飞的不是吗 快看 他飞到一定高度就停下来了 仔细观球 马修这不就是在疯狂的扑的腿嘛 哦原来如此 只要他在短时间内排出大量空气获得胜利 等胜利与重力相等时 马修就能自由的停在半空中 牛肚看了都连连成绩 看我干算你们 喂 传球 哦 好嘞 喂喂喂 快看那家伙拿到球了 臭滑水的 他想干什么呀 只见上在四季半场上空的马修已经开始瞄准了 你在开玩笑吗 混蛋 卧槽 这么远的地方他想干什么 就连对方球员都觉得马修可笑 哼 连骑扫帚都做不到的杂鱼能干什么吗 马修毫不理会这些声音 经过瞄准之后 在四季半场就将球远远的投掷了出去 我去 这已经不能叫投球了吧 这简直就是导弹啊 是精确制导的那种 哇 吊炸天了呀 城下的观众一时间还不能调整好自己的认知 上一秒还觉得输定了 但他们现在又再次看到了希望 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但是还录后四十分呢呀 喂喂 快看 被马修投掷出去的球精确的穿过了目标环后 又划出一个巨大的弧线再次朝马修的位置飞去 而后被马修轻松解除 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抗谋 原来马修在将球制出的那一刻 用飞人的指尖力量给了球一个旋转的加速度 从而达到了回旋球的效果 就在观众们震惊之余 马修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图绑之旅 三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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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见马修制球速度越来越快 到后来已经看不清球在哪了 只能看见一片残影 旁边的积分板被马修刷的飞起 不要说积分板上的十位数字了 就连百位的积分牌都旋转的看不清了 最后积分板因为技术故障 只得停在了999分 999分 这还是因为没有办法统计更高的分而做得妥协呀 我想当年发明这项运动的人 也没有想到有人能超越一千分吧 我宣布这一场比赛的身份是阿尔伯拉肤转的 观众台上顿时爆发出了台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要不然赛场主持人将众人从震惊中唤血 估计选手和观众们还得反映好一阵 干得漂亮 怎么阴险的人也有双手锏 抱歉之前对你扔垃圾 对你说了还不会回去真的对不起呀 马修不但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 更是以创纪录的分数 带领全队夺取了一枚宝贵的银血分壁作为奖励 嘿马修你好厉害呀 刚入学就拿到了银血分壁呀 小白毛在赛号第一时间跑过来 贺喜马修取得了胜利 谢了 不过我想我很难再干这么一次了吧 话说这是什么奇怪的形状啊 手持三角形银血分壁的马修还在吐槽着血分壁的形状 完全没注意到人群中走来的汤姆 喂马修 汤姆气势汹汹的走了过来 那气场简直就是把周围人都定住了一半 而汤姆也未夺言上来就给了马修一个熊抱 真是太感谢你了呀 不过说真的 马修对这种人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呢 随后作为一年级学生却在比赛中大放异彩的马修接受了报纸的专访 马修本人谈言 自己能有如此优异的表现主要是因为前辈的鼓励 入学选拔时的那个家伙 学院一出幽静的走廊里 一位帅气的学生正独自念叨着手上的报纸 为了无关紧要的人却承担取消考试的风险 真是太天真了 说吧 他竟一把扯坏了马修所在的那页报纸 下一个就是这家伙了 好了 今天这一期的剧情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老铁请点个关注 不要错个更新哦 新登场的家伙到底是谁呢 为何又要找马修的麻烦 请听下回分解 还有记得帮老郭刷个三连支持一下哦 我是老郭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